陳次長 司法院 司法院今天沒有 監察院 監察院陳秘書長 還有 還有法務部吳辰部次長 法務部吳辰次長 陳委員你好 兩位好 請問我們監察院跟法務部 有沒有針對政治獻金法公布實施以後呢 到底我們罰過多少人 罰過多少錢 沒收了多少錢 有沒有統計資料 我們這部分 因為財政錯誤 這個到今年的5月24號為止 有關這一部分 大概這個時候 這個一共受理了106件 但是我們處分了75件 這個總 現在這77件 一共是483萬5千塊錢 77件 483萬 九十九年開始到 今到 一百年度的話 就是 兩百三十三件 這個是哪一年 九十九年度的時候是483萬5千 那麼一百年度 一百年度是 這個查兩百三三案 一共是一千五百二十萬人 你會後詳細資料給我一分 那個秘書長跟次長 這個我想先請問你們 在場幾位我們列席的長官們 你們選舉過的人舉手好嗎 你們這裡面有選舉過的 沒有齁 那個蔡 蔡主委有了齁 那你很 我也沒選了啦 我知道齁 這個法大概十四億之之後 你就沒選了 現在齁 這個 我覺得這個 政治獻金法 從開始到現在 從陳定南 省省長到現在 守法則吃虧了 鼓勵大家違法 全世界大概只有台灣 定這種法 你去看看 剛剛被你處分那些人 調出來看 那些大概都是比較守法的人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子 因為我們有些法齁 真的我們應該好好檢討 我請問你齁 政治獻金法第七條 第三款 累積虧損尚未依規定彌補之盈利事業業單位 我們 受證者就是我們候選人 您參選人 你們規定一個月內 要去查他的 公司的營運 營運虧損的狀況 如果他虧損你就不能 接受這筆獻金 你現在 個資的法 我們沒辦法查 而且在嫌疑期間怎麼辦法查 所以你們這種規定就是 入人 入人這個守法則疑罪啊 我認為很沒有道理 那個 也沒有一個候選人敢去問說 監管的人 你公司到底賺錢還虧錢 那偏偏你們有這種法 這麼自愛燃醒的法 你也不提出來修 當然這跟立法院有關係啦 不是本屆啦 以前的啦 那我想說這個部分 你們應該盡速主動提出來 你們現在 你們現在處罰那些守法的候選人 我覺得沒有道理啦 陳定嵐先生 請省長 我當時有當省議員 他要誠實申報 所以晚申報 結果他的政治現金當然是超過他 他的政治現金的規定嘛 現在這一條已經改了 結果我們連續法縱罰 沒有道理啦 真的沒有道理啦 你這一條 這一條齁也是 讓守法者齁 這個 違法 讓守法者吃虧 這個沒有道理什麼樣的程度 你在影響多大你知道嗎 那個 我簡單舉一個例子齁 這個 守法申報的 不但還被罰 還被污名化 他違法 我知法守法 結果 還被污名化說你 你自己知法不守法 我覺得這個社會上這樣沒有公義啊 那知法的人 他現在 如果他違法 真的他違法 叫人家 不能拿書具 叫人家 這個 這個另外一種手段 來做處理 其實他沒有情實申報啊 我們現在有很多 黨營事業 兼給我們 不是我們貴黨啦 不是我們本黨齁 只有其他黨 這個規定的不行啊 那為什麼他們 他們可以接受監獻呢 接受監獻呢 我覺得很奇怪啊 還有一些國運事業的子公司 也透過各種方式 各種方式 這個 這個明目非常多啦 來贊助候選人 結果我們資料看不出來 選過的人都知道啦 只有你們沒有選人不知道 我幾次選舉我都誠實申報 每次我都被罰到 我若嫌也給我罰 我今天還沒跟你算賬 不是說若嫌不能罰 你要罰到全部都要罰 而且 沒有誠實申報的部分怎麼處理 為什麼他醒完之後還有那麼多錢 捐給 捐給別人 但是他帳面上看不出來 他有那麼多錢出來 這個部分你要不要去追查 對不對 還有一個單位也是很奇怪喔 我們一個公都門 那個 公都門 你知道嗎 我們立法院一個公都門 不是 監督立法院的一個公都門 他公佈三年前還沒有參選立委的結果 來作為立法院評比的標準 我三個會期 我也很認真在努力 我認為我應該成績會正部 本來第一個會期我是很好的 結果第二個會期竟然是因為你們 政治先進法 我被他罰錢 他說我違法 給我扣分 你這樣有道理嗎 民主長這樣有道理嗎 我 頗有同感 頗有同感 那你經常要不要發個文件 我們在執行過程當中 也感覺有一些 他很熟謊 他是很尊重這個法律來執行 但是他因為疫情 或者有些遺漏的地方 反而是被我們抓到了 那這個東西對我們來講 都不是我們原來的本意 我們就希望啊 這個推著 讓這個政治更青年 這個是我們的目的 對啊 你現在處罰 善良的守護法則 對 那麼剛才委員這些意見 我想我們都 那個 那個民主長 是 你能不能發個公文給公都門啊 糾正他們一下好不好 這個 可能因為他不是 這個有困難 要不然你站在這裡說個多大話嘛 我們本身應該 用這個來懲罰 懲罰這個認真表現的人 而且是三年前我還沒入當地法委員 這個 今天委員你一提出來 這個議論上就曉得了 已經曉得了 那個 兩位齁 因為明年就 就一個大選啦 七二一的選舉 我相關的這個會後 我提供你 希望你們提供給我相關的資料 怎麼樣去彌補這些缺陷 不要這種 老是 鼓勵壞的人去做壞事情 做違法的事情 好的人手法 你又處分他 我跟你講你回去看一看 那些被處分的人 真的是誠實申報 不是他要違法 他誠實申報 結果沒有鼓勵啊 各種單位的人都要 就說他違法 這個社會上還是要公益啦 我想 學法律真的要解決問題啦 而不是要報索那個 法律的綠條 我想委員 我們會把這個執行過程當中 遇到任何問題 我們會整給法務部 因為法務部它是主管法 對啦 我在明年針對這種情況 做個檢討報告 該洩漏法提出來 謝謝